孟老师 我们可能产生了一个记录 男嘉宾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五盏灯全亮了 你运动我可以跟你一起运动 你做咖啡的话 我可以喝 虽然我喝咖啡过 你拼了命了是吧 是你做的我都喝 喝下你藏下的东西 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 40岁的人结婚的时候 你觉得他是从来没结过婚 还是离过婚 哪个好接受一点 更接受离过婚的 可能是对另一半的条件 太过苛刻了 40多岁没有结婚 怎么就会有毛病 精彩即将播出 欢迎收看江苏卫视 海天酱油非常勿扰 有请主持人孟非 欢迎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 大家好 我是孟非 欢迎各位 欢迎你们来到现场 欢迎江泽宇老师 大家好 《非诚勿扰》有国名好酱油 海天酱油 独家冠名播出 海天酱油 真正晒出来的好酱油 《非诚勿扰》有好吃不上 活的港容蒸蛋糕 《非诚勿扰》有独家特约播出 由本来旺高端矿泉水 特别赞助播出 《水与音乐的交融本来旺》 我们的奖励规定是 男女嘉宾牵手成功之后 都将获得由 好吃不上活的港容蒸蛋糕 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 4号准备开始今天的节目 有请1号男嘉宾 你好 欢迎你 你好 准备好 咱们就开始 刚出来不到一半 李思琪就被放到了观察区 好文杰也是不到一半 李思琪也是同样非常快 李思琪是 好名 连着 52号 禅器 。 顺畏女儿的心动力 她用一个小剑的一种方式 无论放红须还是放蓝须 从来不会游移走到三分之一的地方 全部就是三秒钟以内就决定了 而且她第一次出来的时候 13 14号 15号 包括16号 都是在红须色素特别多的几个女生 长得也特别漂亮 连着四个都往打到那边去 我说这哥们儿他的口味不好伺候啊 然后这兄弟非常情绪汲取稳定 不会受任何东西的干扰 然后从头到尾没有表情 没有表情 非常高冷 我就喜欢没有表情的人 刘彦斌好久没有到红去了 没错 现在男嘉宾这么快决定 我觉得性格挺痛快 我就喜欢这种速战速决 给我一个痛快的感觉 初安琪 我在想如果我是男生的话 我在你这个位置会怎么样 然后我就觉得我是女版的他 然后就是我也是那种 马上可以判断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我跟你还是挺有共鸣的 对 好 看第一条片子 一人一剑 一身黑衣 一朝一世 一遍天地 我叫谢德胜 来自广东潮州 目前在上海工作 我的理想是做一个大侠 2009年开始学习双击棍 一开始没人教 大量地去寻找教材 自己盲目地练了一年 也发现没有进步 后来四处拜师学艺 走遍了大江南北 打了很多份工 私底下刻苦地练棍 我最疯狂的时候 训练过十五六个小时 经过我不懈的努力之后 我获得了香港国际武术节 和澳门国际武术节的 双向全能冠军 练了两年 我就在公园展示我的舞艺 公园里面有很多大爷大妈 在跳广场舞 我就站在旁边 跟他们一起练 我经常和那些老年人 一起交流 一起切磋 他们对我的双一棍 也非常地感兴趣 想学吗 我教你们 可以 我索性在公园 直接办了一个培训班 练双一棍可以治疗颈椎病 活动筋骨 很多老人都很喜欢练这个 除了武术 我还喜欢乐器 练了和武侠最搭的 胡鲁斯和肖 我个人感觉 还是比较擅长胡鲁斯 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为自己拍部电影 把自己多年的心血 来传授给更多的爱好者 将中国武术发扬光大 进一步地推向奥运会 你们想一下练舞 包括他的声音 刚才那个片子里面 提供的那些资讯 你们描述一下 他可能的长相 15号 大金链子小手表 一天三顿小烧烤的大哥范 石维丽 我觉得男嘉宾体格子比较好 然后是比较有正气的那种 因为包括在VCR里面 就说要弘扬中国武术嘛 他给我的感觉是比较正 10号 虽然你的身高应该不高 因为习武的人 一般肌肉都可能会相对比较发达 小时候体育老师就说过 想长高的人千万别练肌肉 要不然你就长不高了 你这都傻理的 哪学的 这都是看武侠电影看的 你看甄子丹 陈龙 李连杰 他们个儿都不高 练武的人很少有一名球鞋打得 特别厉害的那种 对 我们原来在校队的时候 教练说得特别明显 就是个儿高的不容易折腾 翻不起来 6号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就是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让你可以从之前 有参加过那么多比赛 然后到了公园 然后教那些爷爷奶奶 就是练这个双结棍的 那个薛叶莹是说话比较含蓄啊 坏人我来当 对吧 既然你之前获得了那么多冠军 为什么会沦落到去公园交双结棍 他说话是不是很讨厌 你可以不用理他 真的不理我了 你说两句 我自己的话啊 因为每个人就是 学了一身本事的时候 总想要发挥出来嘛 希望把我自己的一个功夫 给展示出来 一方面也是能够让更多人 受益于这场运动当中 好 来 我们选第一个中全区女生 没事 慢慢看 这个过程好长 我描述一下 神情比较焦虑 最不愿意跟我搭理的一个男嘉宾 你好歹客气一下 笑一下 从头到眼角都没看我一眼 我跟他说话 他都是直视前方 从来都不太往我这儿偏一下 我刚刚心里有点不痛快 走到台口 我们一个导演递给我了一本书 说是男嘉宾送你的礼物 我心里面顿时一暖 我拿过来一看 德云阁密集 我倒跟德云社的帮助倒是熟 我们来看一下男嘉宾选的 选了这么半天的 第一个中学区女生是谁 非常奇怪 21号 长期观察 我觉得男嘉宾选第一个的时候 最容易选择的两种人 一个是长得最好看 或者最符合我审美的 还有第二就是在第一轮 和我有过沟通交流的 你显然是最符合前应者 对吧 你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时间来得也不长 我在那儿还待着呢 我怎么可能喜欢我呢 因为我出来 我还没走到这儿呢 我都看那个蓝就亮了 我还想我 哎 这小子挺直爽啊 直接就把我归备冷宫了 他听完了会特别爽吧 他都有权把谁放到冷宫 来 我们有请男嘉宾 这位是世纪佳缘交友网站 向我们推荐的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谢德胜 来自于上海 谢德胜 你听这名字 不练舞也可惜了 德胜 你看一般来说练舞的人 不会个儿特别高 第二 不会胖 你看他都符合 初安琪 孟爷爷 你的头是他的两倍大 所以我觉得 他肯定是不好意思看你 因为刚才的话 就是在选的时候 就是没时间就是顾得及 不好意思 对对对 没空看我 18号 你的那个经历 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一个经历 我小时候我也有一个武侠梦 就是我非常想那个飞檐肘壁 小时候有过类似武侠梦的还有哪些 你 你有吧 我有有有 人家都是一般都五六岁 七八岁有这种梦想 他都三十多了还有这种梦想 你想怎样以后 我也想拍一部电影 我要自己当武打设计 然后兼主演兼导演 弘扬我们民族正气 这是所有武术人的心愿 我觉得我们希望把自己的东西 推向世界各地 这是我们中国人值得骄傲的地方 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 中国武术 中国武术非常好 我觉得咱们两个可以合作一把 好的 你当男一号 啊 那我干什么 出钱呢 来 史瑞丽 男嘉宾那个不是说在广场 然后跟那个长辈们耍上一棍吗 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段呢 你来 来一段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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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安全啊 不要打倒我 好 有那么多兵器为什么选双截棍 双截棍是所有兵器当中 冰中之王 柔中带刚 所以说它符合所有兵器中的一个优势 并且方便携带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可以治疗所有人的职业病 治疗肩周炎 颈椎病 我听你这么一说 哪儿都有点不对了 王导 男嘉宾 我本身是个国际导游 我觉得你一建议佛洛斯 跟着我走天涯挺好 但是吧 你选我是不是应该和你这个外形 互补呢 就一个黑的一个白的 是这意思吗 就还一个瘦点 一个风韵点 我是自己凭自己的直觉 可能是符合那种气质 高大夫 男嘉宾 要论符合气质 应该是我今天这个造型 跟你比较符合吧 我今天还会像小龙女 你头上来跟像鸡腿一样的 顶在头上那边 哎 是小龙女了 来 选第二个 来看看这哥们儿第二个中选女生是谁 8号 8号一脸疯 9号一排 郑宇 你帮我描述一下 总结一下那两个女生的 外形特征的共同点 两个人都属于那种 就是脸有一点点圆 然后看起来慈眉善目的 他说你们两个脸大 圆 不是大 都是脸大 脸大有福气 来 我们看第二条片子去 我谈过一次恋爱 最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美好 练棍的过程中他在旁边 一直盯着我看 看着我打双棍呢打得很帅气 我就开始教他怎么样去练 我们的感情呢就是练棍的过程中 一次次的练出来的 激情来了打个几十分钟 手都麻了 想要把最好的状态给他看嘛 后来呢要求我每个月把钱给他 你这么傻 还有吗 两个人其实靠我一个人的经济 支撑生活 总感觉好像上辈子欠了他 什么东西一样 我平时呢在外面拼命的赚钱 也没有时间去妒忌他 回家太晚了 然后他也不开门 打电话打了无数次他也不接 当时呢我也很气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对我 然后我就直接呢就找了一个篮球场 睡了一宿 睡觉的时候天也下着雪 特别冷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 在这个事情经过之后 我对他失望透了 很久了才反过来 因为练武术嘛 都不轻易打人的 我只能用练武的方式 来灌醉我自己 他把我逼到了一个绝路 只能选择分手了 我希望找一个 能够包容我的女生 也能够支持我去办培训班 不乱发脾气 8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刚刚在看VCR的时候 我的心里一直都在吐槽 你说你的女朋友是在一起之后 她会硬性要求你 把银行卡什么的都上交吗 我有时候自己的话 会留一点点钱 但是我没有跟她说 那就是私访钱 还没结婚都这样了 你结了婚还活不活了 你把钱都上交给她了 然后太晚了 她也不给你留灯 她什么都不理你 我就在想 你这个人是一个好男人 然后很能忍 因为自己的话 平时练武术的话 会比较忍一些 所以说练出来的 一个一种精神吧 那种忍的那种精神 百折不驱嘛 很欣赏你这一点 史玥丽 我比较好奇一点 就是VCR里边男嘉宾说 特别生气跑到篮球场睡 为什么一定要跑去篮球场 而不是其他地方呀 你推荐一个地方睡呢 来 我们讨论一下 如果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到哪里能睡一晚上 江振宇 你想一下 我直接想到是公园 公园有长的凳子 公园跟篮球场上睡差不多 一套露天的 不然的 14号 网吧 到网吧睡一晚上 对 网吧又暖和 外面还有一个椅子 别人一般不用 不是没钱吗 没钱不用 除非你开机才用花钱 你在外边躺一个椅子 我都不用花钱 哦 这是有精力的人啊 对 这个没去过 你编都编不出来 我先说我小的时候在哪儿 我小的时候上初一 那个时候 一分钱也没有上哪儿待着去呢 等一下 我最好奇的是 但是你为什么回不了家 我不是回不了家 我是从家里逃出去的 有一个地方 你去那个时候的公交 公交车的那个总站 所有的车到了晚上 比如说10点啊 12点 那个公交车全都回去了 停在那儿 没人管的 没人都开着 你跑到那公交上 睡一晚上没人管 11号有什么建议吗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找好心人 很难 很难 人家 找好心人 找到好心人 看那个姑娘过来 女事主带我上你家睡一晚上 不是 不是 会借一些钱嘛 因为又不是没有偿还能力 应该女生 女生的话找人家帮忙 会比较主动一些 会比较愿意一些 但是男生的话 一般人家一看你啥都没有 身上啥都没有 人家一看坏蛋一个 你拿着两根棍子 我估计借个100块钱 能借到的 不是 我跟你们想的都不一样 为什么 为什么敲不开门呢 比如说如果是我女朋友 跟我发脾气了什么样的 你要劝一下 对吧 劝不好 报警 警察 我有一个人占了我的房子 他不让我进去了 这不是一个很合理的方式吗 手机都没带 公共电话打110不要钱 明白 都是过去的事了吗 来 最后一个问题 8号 我想问一下 你是广东潮州的对不对 是的 广东潮州的男生 会比较大男子主义 比较直男癌 请问你觉得你自己有吗 我会一些 但是我面对自己的一个女朋友的话 会比较软弱一些 跟女朋友就是自己 像自己家人在一起嘛 会比较爱她 所以说是这种的服从 好的 谢谢 我必须要跟你澄清一点啊 我帮一下你 就是刚刚她在讲到 她对待她女朋友 其实是情感管理方面 相处的方面 稍微没有那么太强的本领对吧 对 啥都听女朋友 然后你接了一句 我很欣赏你这一点 对 你是真的喜欢自己男朋友这样子 还是只是跟她客气了一下 还是说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这个一定要讲清楚 我的爸爸是非常极度的大男子主义 我是从小被他打大骂大 就是就生活的一个环境是非常的不健康 我的爸爸曾经有一次跟我说 你为什么不是一个男孩子 对 广东人一般都是重男 轻女 但是现在时代在改变 其实我的身边有很多朝中的男生 他们已经不是这样的了 他们也会很去尊重女生 我是想找一个在恋爱过程中 也会尊重你是一个 但是起码尊重你是一个自由的 个体的人 所以你刚才讲 我很欣赏你这一点是真的欣赏 因为你曾经有一关不愉快 非常不愉快的经历 然后她的这个方式 尊重女朋友 宠爱女朋友的方式 恰好是你所认同的对吗 对 好的 心动区最后一个留灯的是7号 你可以用7号替换掉 你刚才选出的中选区 这两个当中的一个 可以换也可以不换 想清楚 不换吧 两个女生有三个关键词 我们来看大笔 王雨轩一 旅行的意义二 旅途的伴侣三 父爱如玉 旅途的伴侣吧 旅途的伴侣二 因为我是一个国际领队 每次去对我都打着她 因为我觉得只要有她在我身边 我能解决任何难题 好 来看8号 周美宜的关键词 一 抱抱团 二 心灵手小 三 开放的恋爱关系 你选一个 三吧 希望在恋爱中 彼此给予对方充足的自由空间 手机信息可以完全公开 男生可以跟别人暧昧 但不可以骚扰别人 你得解释一下 我没有看到女人有这么大心眼的 不是 不是 可能那个时候我的表达有问题 我的意思是 男生在跟我接触之前 你完全可以跟别人有什么好感啊 或者更有甚者暧昧 但是当你明确表示你喜欢我之后 你依然跟人家撩骚的话 马上就会 她的意思重点是在于 前面的事不计较 从我开始不行 在我之前我不管 那还有人能管得着以前呢 有 很多人忌讳这个 就是你跟我谈恋爱之前 不许跟任何人豪活 对 是的 最后一个问题问他们两个人 平时的话你们早上会几点起床呢 因为我经常有时差 所以一般我在国内的时候 都是自然醒 几点醒就是几点 8号 我是看心情 但是一般都很容易睡到下午4点 好 来 你的选择是 有点难哦 对 右边吧 我们先来看看21号有没有留灯 再看8号 其实这个答案我也猜到了 为什么 你问了睡到几点 显然这个问题对她来说 不算是非常非常特别特别重要 显然是比较在意的一个问题 她的回答 这个回答我武断一点说 是有点不负责任的 你说睡到下午4点 我绝对不相信 你只是用这种极其夸张的答案 来告诉她 让她知道 我不适合你要的那个标准 但是尽管如此 你们下次回答类似问题的时候 还是稍微靠点谱 别人说睡到下午4点这样的话 最后我想把那本秘籍的话 对 我这里也有一本 双节棍教学 大家有需要的话 就是真的可以就是 照着学 对 照着学然后 对 健康有好处 因为对健康有好处 刘胜文 你临走之前 我一定要送你一句话 练武术这个事情 对男人来讲一定是加分项 但不能只会练武术 据我所知 你这个技术国内不多 所以你应该能够有更好的境遇 好 再见 谢谢 谢谢 很多人都觉得 好像我只会练武术 我只是说 对某方面特别擅长 特别喜欢 但是其他方面 我也在学习当中 您正在收看的是 由国民好酱油 海天酱油 独家冠名播出的 《非诚勿扰海天酱油》 真正晒出来的好酱油 《非诚勿扰》 也好吃不上火的 港龄蒸蛋糕 独家特约播出 想要真辉相亲 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珍爱网 百合网 世纪佳渊网 或者现场报名 带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欢迎你 来 准备好我们开始 《非诚勿扰》 中文字幕的作词》 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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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猜一猜 陈彦霆出场 气势非常大 因为有一个大厂 或者叫董 哎呦 剩下的全部顺位 进入到观察区 19号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年纪是不是特别小 你应该挺大年纪的吧 为什么这么问他 因为我 请你看 小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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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这边 然后本来一开始我不太确定 因为后面几个姐姐 都看起来挺女人的 你怎么有这么大的自信 认为自己是小可爱呢 因为我今天穿的是学生装 然后她是蹦在这儿出来的 就她一个 对啊 然后就直到那个 方吉姐姐出来的时候 她就直接画一下 我说这个肯定过去 她就过去 那我就觉得她应该会喜欢 那种很气质 很女人的 就是年纪看起来要大一点 请你要回应她一下吗 你这样说话 不怕得罪这边心动区的 我不怕呀 因为那些姐姐知道 我是什么样的人 她已经得罪光了 对啊 6号 其实我特别疑问 我为什么会在这边 我觉得 我跟大家的风格 都完全不一样 然后男嘉宾是为什么 会把我选到这里来 我看之前的节目 对你印象蛮好的 谢谢 谢谢男嘉宾 好 看第一条片子 我的前半生呢 是一个典型的理科生 一名IT男 我叫孙成光 在北京摸爬滚打了好多年 终于在一年之前呢 我创立了自己的舞社 成为了一名全职的社交拉丁舞教练 一段完美的社交拉丁舞呢 就像谈了一段五分钟的恋爱 可能不止一次 也跟不同的人 谈过这样的恋爱 舞曲结束的那个瞬间 我们俩都穿越回现实 它会产生 人和人之间情感的交流 这也是这种舞蹈的魅力所在 很多人呢 认为跳舞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那我改良的这种 宫廷社交舞呢 五分钟就可以学会 在这个过程里头 他们有一种特别棒的体验 有很多人呢 是戴着有色眼镜看社交舞的 男男女女的搂搂搂搂的在一起 是不是他们一定有什么关系啊 我觉得是一种偏见 跟同龄人比呢 我比他们更加地注重自己的形象管理 更加注重仪式感 心态也比较年轻 同时呢 我对新鲜事物 还保持着足够的好奇心 和最受速度 现在有的时候看前些年 我的一些照片 我现在的整个状态 比那个时候要年轻得多 3号 因为你在VCR总是提到 就是什么年轻的时候 什么过去的时候 而且刚才VCR里面 有个小细节 就是拍到你的手 其实我还挺好奇 男嘉宾的年龄的 你从手怎么到年龄 怎么跨过来的 因为那个手 跟小鲜肉的手 还是不一样 太强人了这句话 能从手上看出来老啊 就是小鲜肉的手 它是白白嫩嫩的那种 发着光 特别饱满啊 但是年长一点 他可能手相对来说 会有一些岁月的痕迹 对 我想问一下 男嘉宾那个 你的年龄是多大呢 不知道女嘉宾介不介意 我过一会儿出来的时候 你们猜一下 我觉得可以 来选第一个中选区女生 我们来看他选出的 第一个中选区女生是谁 1号 有请男嘉宾 这位男嘉宾是真爱网向我们推荐的 大家好 我叫孙晨光 我来自北京 孙晨光 欢迎你 现在可以 刚才年龄的问题 有人提出来了 来 高大夫 猜一猜年龄应该是 刚听您说话 我就猜想说 应该三十几 可是你一出来 我可以说实话吗 你说 我受得了 我看年龄其实蛮准的 42吧 42 你会揍我吗 不会啊 谢谢 我43岁 我74年了 谢谢 刘烟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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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年龄 我觉得您一走出来 就有一种跳舞的那个范儿 就是腿特别长 然后臀特别翘 你都看了些什么 自己来一个 我们看 展示一下可以吗 对 对 对 是的 海天酱油 《分城骛扰》 马上回来 海天酱油 《分城骛扰》 精彩继续 谢谢大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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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是那么骚气啊 有没有哪个女生想学上来 现场教学 刘彦斌 太有年代感了吧 这个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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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哪个女生 我都很仔细地去看你跳舞 虽然动作不大 但是非常有韵味 像18岁的小伙子 谢谢 发奖之下 5号 刚刚男嘉宾出来之后 跳的那段舞好可爱啊 我觉得有一种反差萌 你是唯一一个男嘉宾 年龄之前就把灯给灭了的 就是其他女嘉宾 都是因为年龄大灭的 有可能啊 你是为什么 我一直在听男嘉宾说话 他声线特别好听 我觉得根本就不像是 四十往上的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小鲜肉 然后有一点解控 我有点接受不了解控 他这岁数还要解解控 怎么弄啊 21号 我觉得男嘉宾 其实我觉得你特别地敬业 因为刚才他们好多人 就是VC2里你说误解你 因为刚刚你跳舞的时候 眼神非常地深情 非常地专注 你的舞伴肯定是瞬间陷入爱河的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 五分钟的恋爱 有些职业啊 就是会跟异性有这样的接触 包括有的是几分钟 导游可能是几天 十几天 对 在这种工作当中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 是有可能产生的 我就特别能理解 比如说演员 演着演着他演一个场戏 他有爱情 他爱得死去后来 三个月之后休息了 完事都走了 然后明年又接一部戏 又爱得死去后来一场 你说这一辈子很精彩的 你这个更精彩 五分钟一次 对 其实男嘉宾 我觉得你可以把这种 就是视为一种对你的褒奖 谢谢 因为你跟你的舞伴 他陷入爱河 就跟我 带他们去旅游的客人一样 我觉得他们出来跟我玩 陷入爱河 那是一种对我专业的褒奖 他们跟你玩的时候 你有爱上过他们吗 那就是有 就是多多少少 或多或少 懂了 懂了 多多少少有过 我们先选第二个 来看男嘉宾第二个中选区女生 4号 4号 你怎么乐成这样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夸人有好报 好 看第二条片子 我谈过四段感情 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第二段 我们在一起总共三年 前两年 他从来不向外面公开 我们俩的关系 在相处的时候 他其实还在偷偷地去跟别人相亲 说白了吧 我就是一个备胎 但是我做舞蹈见脸之后 我的输入比原来增加了好多好多 他的态度就180度的大转弯 直接把我介绍给他的父母 然后跟我在谈婚论嫁 但是他的心态 并没有做适当的调整 还是那种强烈的优越感 对我蛮不在乎 让我很心寒 实在是结束不了了 就分开了 再过几年我还没有结婚的话 真的要骗人家说 其实我是离婚的 至少别人会觉得 这个人好歹是正常的 我很欣赏这句话 互补对恋爱更重要 但是对婚姻来讲 相似更重要 我现在对爱情的渴望呢 就跟婚姻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找一个跟我相似更多的人 更重要 那种朴素啊 有点图图的 我无想做受不了 有一个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我们来讨论一下 不分男女 如果40岁还没结婚 你们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 40岁的人结婚的时候 你觉得他是 跟你说他从来没结过婚 还是离过婚 哪个好接受一点 离过婚 我们一个个得来问 初安琪 我还是会问一下更细致的 因为我原来有一个邻居 然后他是40多岁 然后他就一直没有结婚 然后问他原因 他说是因为他之前有个女朋友 出车祸去世了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我会选择可能说 没有结过婚的更好 但是除了这个情况之外 我觉得同样年龄的话 我可能会更接受离过婚的这样 就是40岁 好 这是他的答案 有人不一样吗 高大夫 我觉得离过婚的会比较稳承受 就是40岁如果要选择的话 离过婚好一点 对 但是如果离过婚 又要考虑一个 有没有孩子的问题 40岁结了婚 你能接受有小孩还是没小孩 还是小孩 我觉得我自己本身 那个年龄的心态很重要 如果我还想被呵护的话 瞬间晋升为一个妈妈 我可能那个鸿沟可能过不去 就是简单说没有最好 对吧 就是可能吧 12号 方吉 就是对于其实我不是太在乎 就是她前面结过婚这件事情 而是在乎她到底有没有 更好地去接受另一个人 就有没有准备好 比如说她有一个人 单身时间长了 她也会认为 就是不习惯有两个人在一起 或者说她离过婚 被上一段感情所伤害了 她有一个有可能 就是不习惯两个人在一起 所以在这个选择上你觉得 关键态判个人的心态 14号 我觉得就是说到坚持到40岁 还单身的话 真的有可能是对另一半的条件 太过苛刻了 各个方面都会条件要求很高 会让我觉得有一点害怕 最后一个问题 3号 男嘉宾 其实我想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 因为我认为就是说 爱情就是只有适合结婚的感情 没有适合结婚的年龄 所以说我认为就是说 在爱情当中 两个人一定要是真心相爱 如果说双方都没有做好准备的话 就是你的年龄再合适 你们也是没有步入婚姻殿堂的基础 那里面的原因是 年龄 因为我认为爱情就是 两个人一定要互相成长 但是男嘉宾的这个年龄 可能留给我成长的空间 可能不是太多 而且我 你刚才那句名人名言 是怎么说的 什么只有适合结婚的感情 没有适合的年龄 然后你就说变成的原因 是因为年龄 我怎么理解你这两句话 但是男嘉宾的这个 对另外一方的这个要求 可能就是可能不太一样 我想问的是 是刚才他说我的要求 我说要求了吗 我的什么要求跟你不符 呃 什么 就 我的意思 就是你刚才说的要求是指 男嘉宾他没有提出自己 对另外一半的 我只说了一个 就是有点吐气的 我可能不接受 别的我没说 对 其实我想说 我父亲今天也才48岁而已 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女生留灯的情况 有点遗憾 有点遗憾 其实在上节目之前呢 我一直觉得年龄不是问题 但是台上有一位女嘉宾呢 就是比较质疑我的年龄 说我年龄跟他爸爸好像小不了多少岁 其实我觉得呢 我的心态还是非常年轻的 特别是跳舞 我觉得会让人越来越年轻 所以我认为大家不要光看年龄 在台上都是年轻人 我们有很多的观点 也有很多的老的观念 比如说男嘉宾说 我40多岁了 如果我还要再没结婚 我是不是以后跟人说 我离过婚 显得我是个正常人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觉得 这种说法是能理解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换一个想法呢 都 社会都发展到今天这么开放 这么开明的一个进步的社会里边 如果一个人40多岁没有结婚 他怎么就会有毛病呢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好 欢迎你 来 咱们开始 等了好久 等了好久 这位女嘉宾 她就不会受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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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嘉宾的选择 好像会稍微慢一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迷人的慢性子 对 每个人都走到头 倒数三秒出来 还得再想一想 平时性子也这么慢吗 对的 蛮恶心 一听口音是蓝方的 广东 没错 猜对了 你看那个21号最伍的 你看你们老家来人了 对不对 不是 他们在说 就广东人讲话是不是都这么慢 然后我在这边 就是给他否定的答案 不是这样子的 我倒是倾向于认为 南方人就是两广地区的人 如果不说粤语 说普通话的话 都相对要慢很多耶 是的 如果说他经常讲白话 就是粤语 然后他讲普通话 可能会稍微慢一点 但是我是就是到处跑 所以我的口音有点 不太像那个纯正的那边人 一听就是纯正的那边人 哪里是 好 来 我看第一条片子 每天八公里越野跑 筋拿格斗 拳术 射击 组装手枪 样样都精通 五分钟内我能做三百个俯活程 在陆军特战队服役的这两年 要我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硬汉 我是李长玉 曾经有干过巡警 干过特警 扛枪击毒 当人不一样 印象最深刻的一就是 13年的李廷大扫毒行动 那时候我们整个广东 出动了三四千名的警力 包围了一个制毒村 半月三点钟我们统一行动 他们都有刀有枪的 但我并不害怕 因为害怕也没有用 现在想想其实还挺危险 毕竟还年轻 还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就迟迟开始玩机车 去拍的一次就像在飞一样 特别刺激 但是也特别危险 压巴都摔骨折了 除了玩机车 我的街舞还跳得不错 我高中还搞过街舞组合 参加过各种大大小小的比赛 现在我是一家生活馆的咖啡师 以前的生活太刺激 就想暂时泻一些 喝喝咖啡 看看书 做一个文艺的小青年 19号 我是觉得男嘉宾的生活非常精彩 然后虽然没有见到本人 但是我把灯亮起来表示一下 就是说对他个人经历的一个赞赏 和一个蛮欣赏的一个态度吧 好的 把灯调亮的还有14号 我是一个比较按喜欢 做极限运动的人 有时候安静起来 喜欢做做咖啡 看看书 所以我觉得我跟男嘉宾的性格 特别像 16号 我刚有注意到你是当过军人 然后当过特种兵 对吧 是的 没错 那么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那种 服从性很强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的人一定要服从什么 这个不会 我不会这样子 你会不会要求女朋友 必须听我的 我不会太大男子主义 好的 谢谢 孟老师我们可能产生了一个记录 男嘉宾没有出来的时候 五盏灯全亮了 十三 十四 十六 十九 二十二 你好受欢迎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来 选第一个中选群女生 还真是 晾了这么多 那看她第一个中选群女生是 19号 好 来 有请男嘉宾 我的裤子好潮哦 对 对 这位是设计家园交友网站 向我推荐的招待 好 大家好 我叫李长玉 是广东生生人 今年26岁 不仅能打还帅 对 你有见到第一个出来那个吗 有 有见到 你跟他打过吗 没有 他有双截棍呢 对 对 我此手共选 估计打不过 还谦虚 3号 无论是从现在的这个形象上 包括刚刚的那个VCR上 我都觉得男嘉宾是一个 我感觉很像的一个人 就是比较酷 然后目前 哎呀 有点 别激动 不要激动 害羞 我 哎呦 不知道该怎么说的好了 反正你就注意他就OK了 好 来 1号 刚才那个大屏幕起来的时候 我就皱了一下眉头 我觉得这个男生怎么 穿个秋裤就出来 对 也有朋友跟我说过 我这条裤子特别像秋裤 但是我现在觉得你的秋裤 就是特别好看 特别可爱 这也是没词了 这是 我虽然只看脸 但我不是一个肤浅的人 证明给我们看你不付钱 对 我也是 我也是负责人来着 然后我工作能力很强 然后 他也不会说话了 那个你运动 我可以跟你一起运动 我也喜欢做瑜伽 你做咖啡的话 我可以喝 虽然我喝咖啡过敏 可以 拼了命了是吧 舍命陪君子 他喝咖啡过敏 他做咖啡我也喝 他要是个农药师呢 我也喝 是你做的我都喝 喝下你藏下的毒是吧 喝下你藏下的毒 9号 是这样的 因为我曾经就是晚上 一个人回家的时候 有被跟踪过 所以我后来有去学过拳击 有空的话我可以切磋一下 还有街舞 你被跟踪过了之后去学街舞 拳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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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两个连在一块儿说 哎 被跟踪了学街舞 能有什么用呢 歹徒要吓死他 别动 我天天跳一段给你看看 你看满意不满意 你现在要来吗 现在算了 今天不太方便 今天穿裙子 那让男嘉宾来跳一个吧 要不然你来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好 港容真蛋糕提醒您 非常勿扰 马上回来 港容真蛋糕提醒您 非常勿扰 精采继续 你不是 到地方里来 哇 实在是不一样很帅 长得帅 舞跳得又好 刘延宾 您刚才已经热身好了 您说了特别多 5分钟能做300个俯卧撑什么的 你能不能做一些特别厉害的 俯卧撑的动作 小伙子 我提醒你一下 这个对体能特别有偏好的女生 你想好了 刘延宾是这个场上女生当中 我发现说话最有思想的 那么几个之一 比较理性 突然一下关注身体了 我就觉得他可能有点不一样 可以不可以给你做几个单手的 哇 可以 可以 但是没有 但是没有 哇 当时有的话 他们是最有舞剧的话 很奏长啊 好 太棒了 你还满意吗 超级满意 超级满意 超级满意不吧 灯潮热 我发现啊 广东那边的男孩儿 一旦如果长得比较帅的话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特质 因为他们语速比较慢 像她说话慢 她就反而显得酷酷的 如果我是个姑娘 我有一点担心 就是真的跟她相处了之后 聊天这个事情 会不会很有意思 我跟你说啊 这就是各种诉求不一样 像一号那种 有思想不付钱的女人呢 只要你长得帅 我什么毛病都没有 谁要跟你聊天 不要聊天 长得不帅 还要跟聊天吗 我这个时候别都没见过 就是人见得多 我这辈子 有很多男生是耍酷 非要装出那个死样来 他是真的 他骨子里就那个样子 所以多年都喜欢他 6号 因为场上喜欢你的女生 实在是太多了 我想问在生活中 你的女性朋友们多吗 多 但是我很少跟她们说 去接触或什么的 那如果说有女生追你 但是这个女生 你不是特别感冒 你基本上会继续跟她聊 还是就是拒绝呢 我会保持一点距离 如果我不喜欢的话 我似乎已经预感到 我市场会竞争比较激烈 所以呢 所以我男嘉宾 我希望你关注一下我 没问题 这句话说得已经 哎呀 反正今天很清楚 你也关注我一下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因为我这么多女生 我实在是 风格迥异 脱颖而出 她会记住你的 11号 就是你之前的生活很刺激 然后我就想问 就是你会不会也喜欢 能带给你刺激感觉的女生 好问题 我比较喜欢活泼一点 泛恶一点的女生 泛恶一点的是吗 对 就很可爱的那种 对 没错 好的 你是特别泛恶和可爱的吗 我是比较有趣吧 就是有时候忙起来的时候 可能会很高冷 但是就是平时相处的时候 也会比较有趣 对 作为一个资深的设计师 就是你觉得你这么说 他能信吗 那可以接触一下吗 对 相处下来要开心就可以 对对 做人呢 最重要是开心了 没错 要不开心怎么办呢 煮碗面给你吃了 都看的是一样的电视剧 没关系 在选之前要提醒你 除了心动区的12个女生 一个灯都没有灭之外 还有这边观察区 五盏亮灯 喜欢就要晒出来 他们都晒出来了 你也可以考虑 我会考虑 那边为什么都没人灭灯呢 灯坏了吗 没有灭灯的理由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第二个 中全群女生是 16号 好像你帮我回忆一下 有没有过男嘉宾选两个中选区 都从蓝区去 好像这是第一次 对啊 你看那边整整齐齐地留着灯 他都没有 他要自己发到冷却去的人 把他挑出来 告诉他们野百合也有春天 好 来 看下一条片子 我谈过三段恋爱 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两段 跟她是在网上认识的 大家都喜欢街舞 知道她一些动作该怎么做 时间长了 都产生好感 最后我们就开始了三年的遗迪恋 在部队能出去的时间特别少 这三年之中 我们一共见了三四面 回到金云 只能在中午休息的时候 通过QQ或者手机短线啊 偶尔打个电话 这三年当中 也有很多小吵小闹 也见不到面 这就让我们彼此都患得患失 心就特别累 最后我们还是选择平心的分手 第三段感情是在我当特勤的第一年 她比我小好几岁 当时经常能看到我训练 但是我并没有注意到她 就有一次我训练完了 在附近买睡 她就跑过来 要了我手机号码 她就跟我说 看到我第一眼开始就喜欢上我了 虽然她年纪比我小 有时候想法也会比较幼稚 但是女人比男人早熟很多 所以刚开始幼稚点无所谓 因为我辞职了准备去外地工作 而我又不想谈异地恋恋 所以也就只能分手了 对于未来的另一半 她最好比我小 相差三岁以上最好 因为这样让我觉得有保护欲 我会把她当成我的小公主 一起幸福地走下去 发生什么事了刚才 她说最好比我小 然后小三岁左右是最好的 你多大了 再说一遍 92年 92年 92年25岁 95后 5号 多大 我也是92年 你没有说必须小三岁对不对 对 没有说 我是说最好小三岁 我是说最好小三岁 最好小三岁 对 你 你们两个说一下 多大 96 96 可以 你 你 你 94 你差一点 诶 初安琪好像还在 射程范围之内啊 就是 说实话啊 92呀 很好 就这样 4号 92的 对 你刚才把小辫子 拎起来什么意思 就是她不是喜欢活泼的吗 这就是活泼是吧 还有我看了男嘉宾 一段VC啊 我觉得和男嘉宾的感情观 也比较契合 因为她之前是在一些 当时所处的环境 和个人的成长阶段 导致了那些分手 但是男嘉宾在恋爱方向方面 是没有大问题的 然后现在可能也自己去从事了 咖啡方面的工作 然后生活也是走到了一个 比较稳步的状态 所以说我觉得您现在的 就是状态啊什么的 就可能比较适合恋爱 然后 嗯 活泼可爱啊 好了 这是晨曦上《非诚勿扰》以来 最好的一段发言 我们来听听有思想的1号女嘉宾 4号说的话不重要 不是看一个 我还可以说 我还可以说 重要的是你要说的话 对 因为我比她大 男嘉宾之前人做武警的 然后现在是又做咖啡师 我觉得你精力很丰富 而且你应该是成熟度 比你的同龄人会高一点的 所以呢 我觉得我大两岁是正好的 就是你可以考虑一下 是不是可以 对 你看1号 她这个花痴的状态啊 像不像比她 比你小个五六岁左右的 女孩的那个样子 她虽然年龄没有小这么多 她智力少这么多行不行 有一条够了就差不多了 来 最后一个问题 你们两个谁说的 你仍一个问题 刚才男主 男嘉宾就是 男主人 你这本篇太多了 小说 男主人还是男主角 男主角 男主人 我像是 恐怖恐怖 刚才男嘉宾提到了 就是说两段感情经历 都是因为环境和异地的 那个关系嘛 那我想问一下 就说现在对异地恋啊 包括可能彼此 双方的环境不同 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还是 不接受异地恋 不是不接受 就是不敢再尝试 不敢再轻易尝试 来 你们俩 你在什么地方 北京 广州 那你跑不了了 广州可以的 是这样子的 我在看你的VCR的时候 你说你的感情 是因为异地恋 所以你觉得不行 然后分手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 就在当地找 你想要从事的那个职业呢 如果我在我这边稳定的话 我会问一下你 看你同不同意来这边 如果我觉得我这边 要换工作要怎么样的 我会考虑你那边 好 谢谢 现在情况是 有四盏灯流着 你可以在这四个 留灯的女生当中 选其中一个 替换掉两个中选区女生当中的一个 换 还是不换 想清楚 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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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事儿吧 不能听她们的 但是她们说的有道理 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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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换谁 我觉得我大两岁是正好的 活泼可爱啊 接触一下不吗 希望你关注一下我 迷人的慢性子啊 我们有的时候时间等她 帮我叫一叫 她的问题是可以换两颗吗 虽然我们很喜欢你 但是你听给你 一个一个一个 是这样的啊 她们两个留没留灯 真不知道啊 你不要以为你这么帅 万一俩人一个都没留你 你算白来了 这留灯呢 是肯定跟你走的 一个 说话 好 十一 换谁 等会儿换谁 换掉她们当中的哪一个 十一号 十一号换掉十六号 我们先看看十六号 有没有留的大屏幕 你看 换对了吧 来 有请十一号 我要补充一点 在刚才那个环节换不换 他犹豫的时间 也是史上最长的 要长得比较醋呢 叫纠结 长得帅呢 叫慎重 两个女生有三个关键词 看大屏 黄金 一 我的衣帽间 二 旅行是最佳解压方式 三 健身是最佳生活方式 你选一个 嗯 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一个是墨西哥 你选一个 你选一个 第二个 看这个杀手不太冷时被黎昂深深吸引 看似冷酷 实则暖心 看似无情 实则深情 看似残忍 实则善良 自己想找一个类似黎昂的男生 你是不是那个小女生呢 内心是的 看过这电影吗 好 看过 看过 他看过 真忙忙啊 回去找来看 好 最后一个问题 你们的业余时间会拿来做什么 业余时间的话会跟朋友相处 然后我自己可能也会想 就是各方面再提升自己一些吧 可能会考些试 或者对 准备一些考试 满满的正能量啊 初安琪 首先我的业余时间非常地少 然后平时就是在改 那个方案中度过的 然后如果有的话 我是跳舞 绘画和旅游这样 跳舞 绘画和旅游 来 振宇 黄金呢 当然年龄会更符合你的要求 然后今年只有23岁 对吧 虽然很年轻 说话有脑子 这是我对印象 刚才你在说 他说换11号的时候 如果我没有看错 初安琪的眼眶那一瞬间是湿了的 就是他觉得很感动 就是这个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 如果开始谈恋爱的话 是异地恋嘛 然后因为我在上海的话 就也不会选择离开 我不知道男嘉宾愿不愿意 就是过来这样 这个话的意思我解读给你听 就是在你提出年龄要求的时候 你好像在不在里边 我不在里边 但是他依然顽强地留着灯 让你知道非常喜欢你 对你非常的有好感 但是他又提到了一个工作的问题 这就是要在这跟你说清楚的 他在上海 你在深圳 如果说呢 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先从异地开始 然后可以商量 可以有协商的空间 那就往下走 如果说一定不行 那就可能要把事先说清楚 对 这个是一个比较硬性的指标 我不会去外地 不知道男嘉宾是愿不愿意过来这样 这个事你可以不用回答 但是你心里边想清楚 好 你的决定是 起码要5分钟 不着急 我买张报纸 先看一下 你能痛快一点吗 那就给她们来个痛快吧 你的选择是 海天酱油分神骛扰 马上回来 海天酱油分神骛扰 精彩继续 你的选择是 11号 恭喜你 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 由港中视频提供的 海岛浪漫之旅 港中争弹斗 好吃不上火 恭喜你们 我想问一下 刚才就是你犹豫这么久 都在想些什么 那时候是在考虑距离问题 就是我也比较喜欢你 然后我觉得在爱情面前 距离都不是问题 那时候是在考虑距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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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会考虑过去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我是秦天柱 我在这里等你们 那么好听的声线 到底长在一个什么男人身上 我的声音也虽然那我听得要 对不对 对 你是不是喜欢那种刚烈心的 觉得自己刚烈的女人 举手我看看 你们不刚烈吗 因为我一直在公众她嘛 说七彩篮球的英雄 来娶她 连夜转伴蛮精诚吧 找一个篮球 然后涂成七彩颜色者 是幸福 退后一步是孤独 在纷纷扰扰之间 或冰凉了双目 朝能与我相爱的人 一起到老 没人要我 为什么 不见吗 难道看不到我是快宝 前后左右你们给我听好 年轻的回答真心最重要 你们翻我 翻到风 正在路里看不见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